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官名贊助的晚間粵語新聞 多市有三分二人贊成在市內踩單車應該先拿牌 安省三大政黨領袖齊襲多市為六月的省選造勢 戶荷蘭東部動盪局勢加劇 政府軍和親俄武裝分子發生衝突 超過三十人死亡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五月六號星期二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新聞的詳細內容 本地一項最新民意調查指出 大部分多市的市民都認為 應該向市內踩單車人士實施發牌制度 贊成的人數佔66.7% 而被市省溫哥華的居民贊成這個做法的比例就更高 有76% 調查顯示 由越來越多的市民對道路安全產生不安情緒 九成四受訪的踩單車人士 擔心在身邊經過的汽車會對他們的安全構成威脅 而有六成一的駕駛者也都有相同的看法 六成三的國民就認為 各地的市民也都應該建造更多專用單車道 加強道路安全 安省三大執政黨的 安省三大政黨的領袖 今天繼續在多倫多地區 為下個月的省選進行宣傳賴票 執政自由黨領袖 維恩今早早去到多倫多 正在興建中的Edlington 輕鐵項目其中一個地盤 強調自由黨的公共運輸大計是可行的 由批評保守黨打算取消部分公共交通計劃 而新民主黨就謙決改善交通的政綱 維恩重申 自由黨沒有計劃將多倫多公車局私營化 新民主黨的指控絕不屬實 至於進步保守黨黨魁胡達克 今天繼續探訪商界 帶出創造就業的重要議題 他早上首先去到時加坡一間工廠 表示不會責怪私人公司 新領省政府的財政之助 但是他個人就反對政府 向企業以福利形式派堂 胡達克又說 保守黨主張減稅、減便費和減低省債 而吸引更多商家道安省投資 從而協助創造就業 另外,新民主黨領袖霍玉斯 今早早在多倫多北面落區進行競選宣傳 中午時分為一名多倫多候選人拉票 並且共進午餐 福玉士說 一旦執政 會即時將安省最低工資 提高佔每小時12元 位於多市市中心的Queen Street 由於要在本月秋冊街車路軌 可能會引起附近地區的交通混亂 多倫多公車局正在測試新街車 Queen Gap Leslie的十字路口 會由本月十一號到下月二十一號封路 而Queen Gap Victoria的路口 亦都會由本月十一號開始封路封到三十一號 最後,Queen Street Gap Brothel Avenue的路口 將會由六月三十號封路至七月二十五號 多倫多市議會金明兩日舉行每月大會 討論多項議程 是市長福特請病假之後的首次禮會 市議會將討論展覽中心Exhibition Place 應不應該再次容許舉行狂野派對 以及正在拍賣的舊街牌 是否應該禁止任何人包括市長 在上面簽名抬高價錢 有關鏡頭還剩下五十幾日時間 一些有福特簽名的舊街牌 目前交加接近一千元 另外,由於副市長凱利已經全面接手市長職務 今次會議將討論副市長的助手 應不應該獲安排在議事廳內 占用原本是市長助手的位置 以及享有相關特權 另一方面,有報導指 市長福特早前宣布休假之後 乘坐私人飛機飛抵美國芝加哥 但是當時沒有入境美國 其後鑽飛另一處 環球郵報就指,是福特自己改變行程 報導引述本國駐芝加哥總領事說 福特沒有被美國拒絕入境 福特是在上星期四 被傳媒再次指他吸毒和走後亂語之後 宣佈即時休假,接受解除匹癮的治療 但是一直沒有交代地點 安省三百里一個礦場 今天上午發生意外 導致兩名建築工人死亡 礦場的日常溫作已經暫停 根據營運礦場的 Fresneco礦業公司發表的聲明 兩名死者在從高處墮下身亡 公司已經聯絡了死者家屬 並將會盡力提供一切傻碎的幫助 礦業公司同時承諾 將會徹查事件起因 而工會方面亦都表示 將會共同進行調查 聯邦審計總長佛格森 今日發表春季報告 涵蓋包括懲教、公職人員退休金 以及稅務方面等多個範疇 懲教方面,審計報告指 本國監獄設施當前還可以勉強應付 但在押太華未有跪到 長遠囚犯劑壁問題研究解決方案 另外,在公職人員退休金方面 報告指 押太華未有定期審視及評估可持續性 認為國庫局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加強監督 至於稅務方面 審計報告就批評稅局 打擊逃稅的策略不夠完善 稅局本身亦不清楚 能不能有效揭發 並處理所有嚴重個案 報告同時批評統計局 很多數據都沒有配合實際用途 例如是職位空缺調查 內容過於兇犯 對數據使用者的作用不大 這份審計報告 將會提交國會下議院討論 而代名內閣部長 包括國庫局局長金禮明、公務部長分離 和環境部長雅勞加等 即將召開記者會作出回應 由於生產成本增加 令北美地區的豬肉價格上升 很多豬肉製品生產商不選擇加價 不過就減少豬肉產品的分量 以最受本國民眾歡迎的煙肉來講 離加價之前 一包煙肉會重500克 加價之後 每包煙肉的價錢不變 不過重量就跌到375克 據分析 由於受到一種名為豬流行性輻射病毒的影響 美國的豬肉產量下跌 下一年之間 豬肉價格增加了7%至10% 由於病毒向北蔓延 逐漸影響本國畜牧業 本國的豬肉價格上升 大概正受這種因素影響 俊家指 一到夏天 市民終於外出燒烤 豬肉尤其是煙肉的需求量就會增增 所以不少餐廳都計劃 將會由這個夏天開始加價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遊 提供專業旅遊服務 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在北美和中國共有12個分社 避免接待能力強大完善 自力發展網上旅遊消費 足不出戶完成機票和旅遊團預訂 保證你自由出行 網絡空間風采無限 天保旅遊讓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劉化湖公園周邊的街坊 我知道覺得不太過癮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是因為劉化湖公園的酒樓 一片關亭之聲 而是因為有人放煙花 而且受災的不單是徐先生和家人 還有停在樓下的那些車 全部都是被人搞定了 窗戶打開之後然後往下跳 很危險 旁邊都是仙人 他全部都是自己的製作師 我覺得這個是他說法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貓陰石在藝術糊通盛上的領悟和首尾氛圍 只是這種全方位的對藝術形態的關注 他的書法在反映當代藝術形態上 有著其自身的特點 他將用不生的精靈去追求 去探索 去感悟 去望塵 石拱橋的下方是一條小河 距離石拱橋大約20米 而灘塔橋樑的公路上面 還留下了部分建設橋樑所用的石頭和河沙 今年513日小長假廣州全市住宅銷售和去年同期相比 價跌量增明顯 根據網易房產數據中心的最新統計 今年513日 廣州全市住宅銷售全市均價是每平方米14,015元 各位觀眾晚安 繼續是新聞時間 國際方面的消息 郭蘭東部地區緊張局勢持續 政府軍進攻陣俄武裝分子 期間再有直升機被擊落 雙方共有30多人死亡 政府軍的米24武裝直升機 墜落師奶圍楊斯克附近一條河 兩名飛行員生還 但是機身嚴重損毀 政府軍指 直升機參加對當地武裝分子的行動 其間被帶口徑機槍擊落 當局指 市內有800名武裝分子潛伏 他們擁有重型武器和迫擊炮 武裝分子在多個據點加建路障 以防政府軍大舉進攻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提出日後烏克蘭問題的談判 需要由烏克蘭親外人士的代表 否則難有成果 第四國家尼日利亞 一個極端伊斯蘭組織仰言 會販賣早前老走的200多名女學生 尼日利亞總統說 會成立小組營救 尼日利亞極端伊斯蘭組織 博科勝地領袖謝卡布發放錄影片段 承認上月中在東北部 奇博克鎮一間中學 老走200多名 16至18歲的女中學生 將她們當作奴隸 又說會殺害非伊斯蘭教的人 謝卡布說 會殺死所有不信的人 又說這場是一場抗基督徒的戰爭 她還說這群女學生不應該接受西方教育 會將她們賣給其他人做老婆 並揚言會再向東地女學生出手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獲釋部分女生已經被犯罪出境 失蹤學生的家人擔心她們的安危 不知道什麼時候甚至有沒有機會會再見到她們 案件引發尼日利亞全國遊行抗議 不滿學生失蹤三個星期 政府仍未救出她們 尼日利亞總統喬納森承認 不知道學生在哪裡 但已經成立小組商討營救對策 並承諾 無論這批失蹤女學生身在何處 一定會救她們出來 美國形容事件是暴行及悲劇 承諾會向尼日利亞提供援助 南韓歲月號尋船事故發生三個星期 當局至今確認263人死亡 仍然有39人失蹤 一名參與搜救的潛水員意外死亡 這個民間自發的53歲潛水員 被救上岸之後昏迷不醒 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他早上前入水底25米 展開搜救之後5分鐘 隨即失去聯絡 由海軍潛水隊將她拖上岸 是守名在搜救行動中死亡的潛水員 水底搜救工作一度暫停 當局相信 碎月號餘客的失蹤者 應該集中在客輪其中64個客艙 救援人員已經完成搜索 但是計劃再搜索一次 確定是否會發現更多失蹤者 而搜救人員在昨晚 也進入最後三個早前 未曾打開的客艙搜索 韓聯社報導 早前承諾 在搜救結束之後 向國民道歉的南韓總統博錦衛 今天出席一個特別為哀悼尋 沉船事故願難者而舉行的佛誕法會時 就事故向全國國民公開道歉 報導指 博錦衛承諾政府會深刻吸取教訓 對現有國家政策和系統進行徹底改革 有效保障國民人身安全 並建設安全國家 不會被悲劇再次重演